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开始讲一个新的课程 顺序控制与功能指令详解 这个课程是广大的一层训言 在学习的天心 这个叫做初期论文之后 他要求进入要学习什么课程 经常用训言这样来用 要求进入要学习什么课程 我们上这一部学习的课程 一个就是商人的过境的指令 顺功程序的实际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想把PLC用的模样 运动量和通讯等各方面的应用 必须要学习商人FX的功能指令 所以说这一门课程 是我们的特技课程 就是商人的TLC初期编程的论文的课程的后学习 就是学完的初期课程再来学这门课程 那么学完了这门课程之后 我们基本上这个商人的基本知识 就是工商人的TLC的基本知识 可以说基本知识学完了 下面就是具体的怎么样 大家应用到其他的控制里面的问题的 所以这门课程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不说这门课程 你想在每一样 这个运动量或者在通讯上面 运动这个TLC 那困难就比较大 困难比较大 几分是不可能的 首先这门课程 我们一定大家要认真地学好它 那么这门课程 首先我们就拿出一点时间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课程的内容 和我们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 你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这个叫做课程指导 那么还要告诉大家 我们这门课程 它是怎么样讲解的 是怎么样讲解的 第一讲 课程介绍和学习指导 然后我们这门课程 包括两部分理由 一部分是 部件指令 与送工程序设计 第二部分是 工人指令强劫 第一部分的理由 第一部分的理由 第一部分就是 部件指令与送工程序设计 这部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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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很多课程 是把它放到这个叫做 冲击课程里面讲的 也就是说 部件指令的送工程序设计 就是SFC 大概就是SFC 是放到这个冲击课程里面讲的 我们这里呢 就把它放到这部分来讲 放到这里来讲 那么这部分的理由 主要的讲解 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顺序控制 与顺序控制的功能读 介绍一下 第二个呢 是介绍 部件指令和部件基础图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介绍 编程软件 在JAPS中的 SFC的编程 第四个呢 我们就举一些例子 来讲解一下 部件指令的送工程序编程 在它的方法和个程 和编程 那么这里面重点呢 重点就是 第二个第三 重点就是第二个第三 就是部件指令 部件指令和部件基础图 那么编程软件 编程软件 其实是SFC的编程方法 那么这两个是重点 其中呢 更重点就是第二个 部件指令和部件基础图 那么第二个部分的理由呢 是公认指令强劫 是公认指令强劫 公认指令强劫 公认指令强劫 那么公认指令强劫呢 这个分三个理由 一个是如何学习公认指令 另外就是 这里面我们要安排专门的一讲 来告诉大家 怎么样学习公认指令 就是安排在这个第二讲当中 那么第二个呢 是公认指令的预备知识啊 公认指令预备知识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问题啊 他问 他的问题问得很 就是我们感觉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啊 但是呢 能够够在他没有确认预备知识的话 也不奇怪 比如说 有没有某个指令啊 某个指令 变成手术上 有一个指令 比如说 ABD ABD 这个是指令的数据符 叫ABD 但是啊 他的实际中 他奔的一个什么指令啊 奔的一个D ABD 奔的一个D ABD 哎 那比如说 我们设计一个指令啊 叫做ABD ABD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 他看了他等 他说这个是个加法指令啊 知道 他知道 他就问我啊 他就老师 他说 我查了BIN才是手术 查了半天 我就查不到ABD 这个是什么指令啊 在哪里啊 是不是人家搞错了啊 实际上啊 他是对 工人指令的一些 逆对指令的表解啊 这个逆对指令 这个逆对指令 他会告诉我们啊 你告诉我们什么呀 这个ABD 是基本的指令符号 如果前面加个D 就表示这个ABD指令 他运用的三十二位 就是双字运用 他不是什么意思啊 是双字运用 所以说 他不认为一个逆对指令 他就不懂在这个 ABD是什么东西 他会运用的什么 那么就我这个指令啊 双字运用的啊 所以说 我们感觉很奇怪 但对于他来说呢 这个并不奇怪啊 那么所以这个一堆自说 我们一定要学点啊 一堆自说 第三个呢 就是139条的公认指令的强劫啊 强劫啊 那么Fx2m啊 我们讲这两个呢 它总共呢 是139条的 总共它是 100-4条134 137条 它总共是137条对门指令啊 对门指令 那么其中这两条我们就没有讲 我们就不介绍 为什么这两条不讲啊 因为这两条它是Fx0s的 现在说的 专用的指令 Fx0s的平常啊 所以这两条指令我们就不讲了 另外呢 我们增加了四条 四条就是 变频器空性的动力指令 这样呢 又会讲139条啊 130条的指令 我们每一段指令 并不在讲解 所以这个呢 可才是讲的比较详细的啊 原来你可以在这个书背里 在认回一本书啊 还有呢 你可能在网上 找其他的很多的讲课视频啊 有可能说 那哪一个视频和哪一本书 把这个指令 全部都会建设得非常详细的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公认指令的什么叫做 强劫它的学习力量 它的学习力量 当然我们重点就是 公认指令的重点是 139条公认指令强劫 这是我们的重点啊 那么全部课程呢 一共是108奖啊 全部课程是一共是108奖 那么整个课程讲完了 也就是108奖 所以呢我们就 征定这个公认指令的学习 我们要了解一下 什么是公认指令 为什么要学习公认指令啊 为什么要学习公认 那么什么是公认指令啊 公认指令 那么在我们的编程手册上 就是另外的指令 它是对现在说的 基本每个指令的扩出来 它总要用一定数据量的 存理和控制等 它对数据的存理和控制等 每一条指令都要完成一个公认 它完成一个公认的功能啊 这个公认指令它叫做文大 它叫做公认指令 它编程手册啊 它就叫做应用指令啊 这里面呢 我们要解释一下啊 这里面我们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数据量啊 因为它主要是可以数据的处理 什么叫做数据量啊 数据量是相对于开关量而言的 而不是开关量 它就是两种状态 比如说开又是开 它在能处理这两种状态的事情 但是啊 我们在一个实际当中啊 有很多东西是数据贵成的 比如说我们的文量 文量不管你是电影啊 电影也好 它总是一个具体的数据 它不可能 那么一幅 那么一幅 那么零幅 那么零幅 不可能的 它可是0.2幅 3.5幅 486幅 3.8幅 等等 这个3啊 4啊 3.8 这个就是数据啊 这个就是具体的数据 成为这个数据啊 我们在文量场的处理当中 还有很多符号 比如说ABCD 这就是符号 比如说我们的汉字 这也是符号啊 它也能够处理符号 像这样的 它能够处理数据量的 那么 因让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基本的这些指令就不行了 它不能完成这个论度了 不能了 因此啊 必须啊 公认指令来完成 所以公认指令 它就是 等于数据进行处理和控制的 这个数据的处理啊 包括传送 运撞 变换 等等 它的控制包括 输入 输出 转移啊 通信啊 等等 啊 那么为什么要提起公认指令 我们上语年也解释了啊 公认指令的出现 它是PLC的应用 从每个社区控制领域 扩展到了每一样控制 运动量控制 和通信控制的领域 因此呢 学习公原指令的应用 是掌握 贴心 这是扩展领域 使用的前提 那这个情况下 你讲得很清楚了 啊 又讲得很清楚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掌握 PLC在每一样当中的应用 在运动量控制的应用 在通信控制的应用 也必须要学习什么呀 各种之类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个比较啊 做个比较 比如说 我们有一位同学啊 有的同学 他一直懂 每一种之类 那么我们 在PLC这个进程里面啊 我们把PLC这个进程来说 如果你仅仅掌握了楼际指令 那么你就是一个初级变工 那是一个初级变工 如果你也是会了公用指令 哎 你就变成了一个中级变工啊 中级变工 如果说 你不但是会了楼际指令 还是会了公用指令 而且呢 还能够把他们应用到 流量控制 运动的控制 和通信控制当中去 这时候 你就变成了一些 能够堆公追到高级变工 高级变工 高级变工啊 当然 你广广利用它 它还需要你掌握什么呀 其他的许多 外文知识非常重要啊 我们搞公共里面都知道啊 贴士知识学习比较容易 但是外文知识学习 那是没有颈头的 没有颈头的 看不在头的知识车 比如说有个传感器啊 有个控制里面啊 等等 能不能把这些知识也都掌握了 好了 你就变成了我们 电灯里面的最高级了 就是电灯祭司啊 当然还有个高级电灯祭司啊 高级电灯祭司啊 所以说我们要想把PSC用得很好的话 我们不需要一个出去进攻 要变成一个高级电灯 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啊 就是比较说明的掌握这个PSC的音乐 然后这么课程呢 它有个布图教材啊 这个布图教材的名字叫做 30FX2A PSC 功能指令命运异强继合 四个继合 第一个呢就是听课和一部相结合啊 这个我让你讲了啊 我让你讲了 就是说 我们有教材 也有视频 你既要听课 也要一部教材 相自相成啊 特别是教材 不理少的 我个人意见是这样啊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教材 它是自学来源的 主要的 就是来源啊 因为教材是白纸和字 写得非常清楚 你可以闪着探 闪着探 闪着探 老师讲课啊 有些被你可恶的 被你可恶的啊 就讲错 都会有的 教材上错了 可以纠正 就是说 一本书 比如前面出的一本书 很多巨人都知道啊 叫做明远这本书啊 这个我后面会没得介绍的 这个是 这个是运强之后啊 很多巨人对我指出来 你这个状况 什么地方是错的 我一看 果然是错的啊 那错了 可以怎么样啊 等下 就是再赶的时候 可以带来听证过来 但是这个上课 对不起就不计证了啊 你是这个讲错了 哦 那我们把它全部收回来 再重讲一遍 这个恐怕现在不太现实啊 所以说这个听课 你一多相结合 实际上就是我们听课 跟这个教材一多相结合 这两个一定要结合的啊 一定要结合的 那么在讲课的时候 我们听课的时候啊 在讲课的时候啊 主要的是讲基本之声 论文之声 是大家能听得懂 这个如果你看书啊 有很多朋友看书 就用文字文大笔评啊 因为他有明写的语言 他看不懂 老师上课的时候了 发一个问题很通俗的 比语给他听 他下次明白了 他再看说了 就方便很多了 就方便很多了 所以说呢 我们讲了 所以说 我们这个叫做 上课 总要的是 给大家 对这个知识的论门 对知识的论门 这些非常通俗的讲解 是大家能够听得懂 有个看书的时候呢 有个激厨啊 那么很多例子啊 很多例子 对吗 在书上 我们课堂上就不讲了 为什么呢 讲了之后的时间 浪费很多啊 时间浪费很多 因此呢 教材还有个好书是什么呀 它就是说它可以随时翻 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啊 你坐车的时候可以看 你现在喜欢打电话的时候看书 打过的时候可以看啊 你这个视频就不行了 它在一个确定的环境下 一定要电脑 你那个电脑是不能看的啊 这样的 所以说看书很方便啊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结合 就是天课跟日课相结合 第二个就是理论跟世界相结合啊 学习这种课程呢 它是一个应用课程 应用课程就是要把理论用到世界的东西 因此世界应用是它的最基本的一个 掌握知识的一个途徑 最基本掌握知识的途徑 就是说我们学的理论也有世界 也有世界 你不只能以世界 你这个学的就有用 你不能不学 你拿这个时间来学其他东西 拿这个时间来打麻将还好啊 很开心 你这个学的一定要用啊 这个理论一定要把世界相结合啊 世界呢 它能够加深于理论的理解 能够补充理论的不知 能够发现新的理论 所以世界呢 很重要 有可能的看法啊 世界对理论重要 我感到啊 理论呢 不要学很多的知识 但是世界也不真的要怎么样啊 要去学很多知识 所以这就是没有一个相似相承 互相出境 就是这个代理啊 但是我们具体一个运用的 高分的理论 我们不需要学习 比如控制理论 比如学它叫什么 啊 这个控制理论 有大本后会的书啊 介绍了什么 这个控制都会控制啊 啊 这个轨迹发音什么 发一大堆啊 那么 如果这你不是个努力运运运的 你就非你不要学它 就学习用应用的理论就行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结合 理论与世界一项结合啊 那么第三个呢 是自学和互学相结合啊 那么当然 大家来听这个课程 买教材回来啊 买送回来 学习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自学 这个课程的学习 是自学为主啊 自学为主 那互学为父 什么叫互学呢 那互学就是跟其他人学 啊 跟其他人一起学 这个包括什么啊 包括我们修员之间 参加一个KK群 这是个群上啊 大家互相评论评 对吗 互相解答 因为呢 跟老师学 你什么问你不懂啊 问老师 还有呢 跟正人的同志学 跟正人有很多师傅 你经验的工程师 你经验的老师傅 你不懂呢 你有可能跟他学 这就是互学啊 这就是互学 啊 这就是互学 那么互学呢 仅仅是自学的一个补充啊 互学是对自学的补充啊 我们一定要以自学的主 互学的一事啊 我们用这个课程 或者买了这个课本的训练啊 或者是其他人啊 就是你买了课本之后 我们准备就是那个 叫做三名工人指令学习群啊 这就是什么一个KK群啊 那么这个群口啊 到时候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啊 到时候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加入到这个KK群啊 加入国际 也就是公认指令学习KK群啊 那么创造一个这个群 那么这个群里面大家会想加入 共同提高 那么这个是我们自学跟互学相结合啊 第四个呢 是基督学与经常学相结合啊 基督学呢 就是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听课 就看这个视频教授 听课 拿出一定的时间来 看书 拿出一定的时间来看书啊 那么这个就叫做基督学啊 经常学呢 就碰到问题 回过头来 翻翻说 碰到问题 回过头来 看看视频 反复地看视频 反复地来看书 这个叫做经常学啊 经常 经常 经常学呢 就是我们主要是学理论 讲出来啊 就是看看这个知识 主要是学理论知识 那经常学呢 就是这个世界当中发现任意 回过头来结合理论 来一起学习 啊 这个叫经常学 所以这两者我们要想结合 想结合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 它的教学和学习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四个结合 啊 四个结合 下面呢 我们这个课程学习进行指导啊 课程学习去指导啊 课程学习去指导 就是说啊 就是我们怎么样呢 学好这门课程 当然最基本的 怎么样学好课程就是要看视频 要看书 啊 这个是最基本的 但是啊 这学习当中啊 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啊 啊 第一个那是 就是贵在坚持 不要贩途而非啊 不要贩途而非啊 啊 不要贩途而非啊 啊 这个是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基本的素质 你一想做一个事情成功 你就必须要坚持 特别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必须要坚持 啊 必须要坚持 不要贩途而非啊 如果你学了一旦不学了 你前面的时间啊 前面花的精力啊 前面花的钱啊 全部都复制动人啊 啊 复制动人 所以说 你想 你在学习之前 你一定自己要想好 我是不是想学这门课程 因为有没有一定信心的学好这门课程啊 如果和你想学有信心 那就要坚持下去啊 当时这个坚持啊 也不是说 不管什么人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你给我坚持啊 不懂啊 你也坚持 也不是这样 这门语的一个怎么样 也有一个生命不生命的问题啊 那么 你如果说发现自己不太生命 那我 这个坚持 不行不行 我这个 这个学得很慢 我原来人家学一年 要学五年 我原来不能学其他东西 我不学了 如果你发现是这个情况的话 我希望你不要延迟 应该放弃 暂时不要学它 先学一些其他的机会东西 比如说有学的连练功 都没有做过 他都不是连练功 他定的姿势 可依说是一脚不痛 把一脚都不等 诶 他可能在这个PSA学的可依不可以 打个人只打在无论圈 好 他来学PSA了 他这样的能学习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加上无法组率也不高 忽略不悦 这个时候你不限制你一定要学PSA 学什么呢 你先去做电功 做台一年两年电功 再来学PSA 那时候你不能限制学 那个时间也少 所以说这个 一个难道就是 无能的爱题 不是一个人 但是如果你是做了几年电功 你要学PSA 你就必须要坚持下去 不要半途而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重则应用 不要断理解间 我在学习当中 比如教书教的这么多人 就是上课上的这么多人 我发现了有一部文学生 他思维很明积 他这个想问题也比较多 这种文学生就是好学生 应该说是好学生 但是呢 其中当中有一部分的 很少部分的人 他喜欢抓零角尖 所谓他喜欢抓零角尖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零角尖 他因为看到前面是个零角尖 他能够有一个知识嘛 就学法 有不懂就问嘛 比如说打过 杀过 问到底 非问不可 这个原谅其实 是一个零角尖 实际上 这个里面呢 会出现那个零角尖的美啊 第一句给大家听 大家听到不要笑啊 一个中国人炒菜啊 炒菜的一个菜谱 这个菜谱啊 就告诉你啊 这个猪肉二两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 多少 你这些多少 它最后呢 我们又放调料啊 缘少许 未经少许 这个外国人啊 他看了这本书之后啊 他的页要对我们一两天 为什么啊 他就问你 你这个缘少许这个是不对的 人家告诉你缘是几颗 是两颗还是三颗 那大家干嘛好笑吗 你大家的好笑啊 他很认真啊 是啊 你这个三一颗 它是两颗 它是三颗 它是一的两的三颗 这个少许的用怎么怎么放人啊 它不那么放啊 所以你这个不客气啊 你也要写清楚 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问对菜 写这个少许到底对不对啊 甚至乡家乡家可能讲的 菜股上有写啥 圆一颗 让你回家放人的时候 还要接一放放个 正称啊 那菜一称这个也是一颗 是不是这样啊 不是啊 实际上我们这个人 这个菜少许是很对的 什么叫少许啊 少许说你放 放到胃口率质 第一次不行第二次准肯 那这准肯在你胃口不行 它不能吃两颗 吃两颗你不能吃得太淡了 那你就说乱咸 你那一人吃得太咸 那少许啊 你不管是嫌的干的 你看 那少许啊 你帮人家可以放点哦 放点也是少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 那么在我们的虚拟状中啊 我们的公认指令也有个问题啊 有个公认指令啊 它是人家去规定嘛 就是贴司厂家规定嘛 这个公认指令 在深的范围里用的 有些人就讲 差不多的范围是什么样子 人家不能用 用的用是什么样子 他问这个问题 老师也回答不出来 老师说 这人说 你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教权 用什么呢 人家叫你怎么用 你就怎么用就行了嘛 人家是音乐网 你不是高发明创造网 如果你你时间上钻这个问题 你就一定要去钻吧 我不会回答你 哎 结果它钻了很长时间也没有钻出来 为什么呢 它钻出来 但是 除非是发现新的理论 如果你的指令怎么用 你要告诉你不能怎么用 你非要这样去试一试 看看究竟结果怎么样 那什么意义呢 没有任何意义 是不是啊 这个体验就会断驴角尖啊 断驴角尖 所以干的学习呢 就是不要断驴角尖 浪费了很多时间也搞不出来 就这样的 这个其实我们劝大家不要钻驴角尖啊 对 不要 钻驴角尖 那么另外一个呢 钻驴角尖也不是又不四处啊 我们说很多新的问题 新的理论 就是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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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學人啊,學過那個職位,他就會問你,老師,有什麼樣學的改變? 我說這個快慢是英文而已的,你很聰明,理解得很快,你學得快 等於什麼都不懂了,你怎麼可能學快了? 所以這個知識學士啊,有基礎,有初期變動,中期變動,高低變動,這個是很有道理的 這個我們吃大餅吃的啊,我們以前本來有個笑法吃大餅啊,他吃了第一個大餅,他沒有吃飽,他吃了第二個大餅,他沒有吃飽 他吃了第三個大餅,他吃飽了,哎呀,你啊,早知道我會吃第三個大餅啊,我前面兩個都吃了 這是笑法啊,這是笑法,你第三個大餅飽是在前面兩個大餅的基礎上才飽的啊 你不吃前面兩個大餅,你不吃前面兩個大餅,你不吃三個大餅,你不吃一個大餅 會短啊,會不會短的啊,學習也是這樣,技術知識你不得 人家問等三加五等級啊,你都搞不清楚,你就馬上去解放城 可不可能啊,不可能的呢? 所以學習知識啊,你一定要循循見進,這個是從古到經,啊,本經中外都是這個道理 啊,就是這個道理,那麼,你有沒有學習得快一點啊? 你不是有,啊,學習快一點,啊,有,比如說,我們PFC這本課程 它是一名實際性很強的課程,你的學習過程當中,能夠和實際結合起來 你就會學得快,這個就是學得快,所以你一定要實際 啊,探討實際呢,不懂得問題,把它回過頭來看,所以問人家 啊,看視頻,請教人家,嘿,已經很快地學會了 所以這就是什麼學得快的方法,哎,你一定要實際,是嗎? 這個就是第三個啊,第四個啊,就是邊學邊部,不要管理實際 哎,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你想學得快一點,你就不能管理實際啊 啊,因為這個,我們這門課程,最後幾個是要用的,是建上來的 最後幾個是用的,是建上來的 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一個道理啊,大家 啊,那麼,並和,有沒有,有些人,學了之後,就感到自己很了不起 你看,這個任務控制,我要會做了,被任務控制,我要會做了 他任務添加的事,他不會做了,哎,不是這樣的啊 我們永遠學習,不要荒陽自大 我們這門課程啊,他的教訓目的是三個啊,教訓目的是三個啊 啊,就是掌握過境指令,順利和重新的編制,這是我們更重點啊 第二個啊,要正確的理解和規諾,公認指令 第三個啊,是通過上來的兩個學習,我們要學會一些自學的方法 老師把自己的一些體會,一些事件,啊,就是怎麼樣自學啊 也教給大家啊,教給大家一些自學的方法 這是我們課程教學的一個目的啊,課程教學的一個目的啊 課程教學的一個目的啊,課程教學的一個目的啊 下面啊,這個跟頭人生啊,跟頭人生啊,跟頭人生啊 這是老師的這個體會啊,體會啊,一年,兩年打雞球 三年,四年,我剛上手,哎呀,休息就是這樣的啊,大家不能接的 你們有幾年功夫是不行的啊,五年六年好分裂,怎麼意思啊 你做了五年六年之後啊,你發現啊,很多貼心的控制不能夠做了 而且做的也可以啊,也可以啊,當然還是,進步要求提高 七八九年的進步成果啊,到了七八九年,你做了七八九年之後啊 你可以去工程來做啦,還可以意思就是可以賺錢啦,啊 可以養家糊口啦,工資可以比較高啦,啊 過了聖明才知道,商來新商,流來流安啊 你做,你感到怎麼樣啊,這個資深越多 你要學個東西,對不對啊,學個東西 很多很多需要自己的學,所以要想自己不樂後 永遠學習到白頭啊,這就是我的 我們學習PLC的一個論詞啊,當年 不單純是學習PLC啊,就是我們 學PLC是我們的公共控制的一個部分啊 公共控制還有很多內容啊,很多內容要學的 嗯,你想做的,越好又高,一些不平地學習 要不斷地學習,啊,不斷地學習,啊,不斷地學習 比如說,我們讀書的時候,蛋糕題都有啊 哪個蛋糕題啊,知道無經濟館 上課無經濟館的書,課 我們上課的經濟館那個,上課的課程的內容 就是現在這個中級電端學習的內容,講出來就這麼回事 嗯,當時這個大學上課經濟館課程的內容 就相當於我們現在,一個中級電端學習的內容 就是說,學到這個模擬電子技術的部分內容 當時都還沒有什麼模擬電子技術啊 就簡簡學習這個經濟館啊 那就是呢,啊你們的結構,講這個TIE啊 你們的歌,你們這個部長啊,講到非常非常多的啊 因為它這個音樂的知識還沒有,哪裡什麼PIC啊 更有的氣氛機還沒出現 啊,氣氛機還沒普及呢,就是說 那我們找的這個知識,哪裡來的啊 也不是你們在教的,也是我們自己學的啊 自己通過,當時沒有什麼視頻教程 人家在哪個地方PIC啊是你們的啊 哎,我當時在我那個學校,我是第一個 課這邊計算計課的,我是第一個可以計算計課的 當時這名課程的原因叫做明基原理 啊,明基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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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課程怎麼開的啊,也是可以自己學的 因此啊,這個課程第一次講的時候 這個學生人問了很多問題啊 都感到自己太差了 在那裡這麼大的膽子開什麼課程啊 你這麼多人都不自己都會發明的 就能開這個課程啊 結果啊,學生學的時候問了很多問題 哇,來的就去學,找資料,找這個學 嗯,這不足夠的自己的知識才一步一步的提高的 一步一步的提高的啊 可是這個學生啊,要堅持 這是我們正門課程的學生要堅持 我們整個人的一生的學生都要堅持 啊,都要堅持 啊,都要堅持 那麼這個是關於這個課程啊 就在呢,我們提到這裡啊,提到這裡 下面呢,我們就講兩個方面的這個叫做 有關課程的一些事情啊 第一個呢,就是關於這個一講一語啊 那麼什麼叫做一講一語啊 就是我每個大家講一講 在前面呢,我們都有一個一句話啊 一句話,唉 有的人說這個是個言啊 是靈人的語言也好啊 那麼是我的個人體會也好啊 是念語也好等等啊 唉,每一講有一句話 那麼這句話呢,我們總要的跟大家 談談公的啊,談談趣事啊,談談生物的啊,談談看法啊 那麼我們私生思想交流的一個見面 那一個見面 為什麼我們也講這樣對呢? 因為我是講到啊,我們教會說老爺 因為我們教復論文這個是不可分離的啊 我們去到這個社會,講老實話啊 我這個聖文水平對我們過去不自身是非常對 我是非常滿意,非常滿意的啦 啊,不自身是非常對啊 你們沒有一種體會啊 我老師成為一種體會 你們能夠體會到一個月 買餅乾要發票 你聽說對嗎? 一個月在門買一斤餅乾 差不多一斤的不行啊 買香藝要票 買餅乾要票 買你買牛肉要票 買牛肉要票 甚至在上海買姜油要票 公正的就是 你可能一天才愛養菜 多餘沒有油 所以這個月子你們沒有經過 你們不知道 那個月子非常缺乏 和價非常困難 哎 今天這個月子太豐富了 浪費也太大了 哎,講老實話浪費也太大了啊 這個年輕人的衣服 這麼沒穿什麼 穿兩次就不要了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你們就這麼生日子啊 嗯,他很有代理啊 你不能做吧 不然他們不生長啊 不是很多人的聲音嗎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 只是這樣的啊 我們那就是說 這學習字母啊 我要和大家 談一談這些東西 那麼 互相交流的思想啊 那麼能夠你們啟發最好 沒有啟發 沒有問題 無同意也行 無不同意也行 無可依 當然這裡不宣傳在什麼政治啊 不宣傳在政治 這是談到我們家常啊 怎麼樣的是談學習 談生活 談定性問題的探法啊 我們怎麼樣主人啊 怎麼樣啊 所以說這個呢 是有這個視頻課程 跟其他課程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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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對方 рублей 我 那么也被从第二讲开始我们建议这个东西了 那么下面呢就在于我们这个课程老师 当于课程老师啊 那有没有同学说 是不是这门课程有几个老师在讲啊 不是啊 我就谈谈自己啊 就谈谈老师这个问题啊 大家对老师啊 有个正确的看法 有个正确的看法 第一个呢 老师是一本书 为什么这样讲啊 有可能要说一个附贞的老师啊 他把这个课程讲给大家听 他的目的一定让大家能够听懂 能够听懂 但是教老师的话啊 讲老师的话 讲课并不是所有老师讲课 大家都听得懂的 有的课程 编着很多视频课程啊 有的人 有的老师上课就照着这个课板练 课板上五个字 他就练五个字 就是下语语 他讲到三个字 根本没有什么讲解 根本没有什么讲解 那么像这样的老师 我想学生一定不欢迎的 你照着例干什么啊 你不要认啊 有没有自己看着什么啊 对不对啊 很多老师很多学生都这样反应的 我跟你说老师本书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老师上个课的时候啊 他能够要在这篇课上好他 你要是给大家讲得很好的话 他一定要去吸收很多很多知识 要看很多很多书 把这些书的精华 他认为的是精华 是重点 把他增了下来 增了下来之后啊 他还要进行 精华工 什么叫进行精华工啊 就是说 这些资深追合起来之后 大家要编成自己的语言 要编成同学能够听得懂的语言 讲给大家听 讲给大家听 所以说老师讲这篇课的时候 他是花了很多心缺和时间的 等于就是这样的 啊 我就这样做的 这篇课程呢 是等待了好长好长时间 那可依说的 可依说的 可依说的 可依说的就是 等待坚实以来 就得等待 也不是这样说 啊 就要这样说 嗯 那么很多人要邀请上这篇课 为什么邀请上啊 有很多书啊 你如果对方车车车 也要这样说 你不会对方电视台翻译你啊 你可以看对方手车呢 可能的问题都看不懂 请教人家 可能对方人家也不懂 啊 自己没说 都叫整能没说 对啊 说了 要先开始文课程 那这是对我的很大的信任和鼓励啊 我的这本书的潜意 你特别讲的了 这本书是广大计程询源 对我的要求 对我的鼓励 我才下ierte心 写这本书 开这门课程的 所以我这老师 你们就不需要 去多很多很多艺术 你们知道 多老师这一本书 就行啦 就能够学到 不能指令的 许多知识 能够比较快的 比较凌解的学会的 对你外来说 我感觉这是非常和算的事情 非常和算的事情 人家看了很多书 把它总结起来 你不需要看 他挂他脸上再挂起来 就看得了 这不是很和算的事情吗 所以说 我感觉这个是 定义的时候 我感觉是非常和算的事情 所以说老师 它是一本书 是一本书 你把老师看成一本书 你们呢 就在多老师这本书 老师多了很多书 写成一本书 你们就对老师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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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老师是一不水 老师是一不水 这个大家给大家了解 这个大家给大家了解 世界上知识非常丰富 老师所懂的知识仅仅是一不水 海当中的一不水的知识 你不要对老师记忆里面太高的希望 认为老师什么都懂 我什么都要问 你什么都必须回答我 你怎么可能这个问题不能回答了 你怎么可能这个问题不能回答了 那肯定是你 你肯在乎 你说吧 你有钱我给你 不是这样的啊 我这个老师是 我敢说 我也是很喜欢把知识交给人家的 我在大会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很喜欢我 为什么呢 我恨一样不一样 我是有任不搭 有任不搭 我懂得我就搭 我懂得告诉你 教你怎么对 不懂得我就说 哎呀不好意思 这个也不知道 我是有任不搭 有任不搭的 我是都要什么代价的 不是说我不交给你 我懂得也不交给你 你知道我放我们砸了 也不怕人家照我再放 我从来不怕 哎呀 这个没有什么的啊 世界这么把你一个人对的过来嘛 而且呢 我现在这个情况 已经退缺了 我很想要把我这份知识 告诉我所有想宣传方面知识的人 我很想 你们却越好嘛 对你们自己也好 对不对 你们等到一年技术 工资可能高一点 你不交给好吗 这个对天生的补金 天生的补金 天生的补金 这些公共制造的补金 对我们不交的公共发展 是很大的促进补用的 促进补用的 促进补用的 这都忘了这个是吗 促进补用的 所以有很多力交给大家 但是老师的知识是有限的啊 老师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啊 不是什么都等 仅仅等一点点啊 仅仅等一点点啊 仅仅等一点点 老师很多问题可能不等 就是包括PLC 也可能很多问题不等啊 虽然我跟三名的PLC 相对来说 都想要了解到更多 什么时候就不行啊 你能力也不行啊 现在美国的朋友也打进来了 我也不行啊 又更不行啊 那就不了解啊 同样的 这个实际上有很多的知识 老师也是很多很多不等啊 甚至啊 不如你们去援 可以说 你们这个全体的训言 也是我的老师 我是你们老师 你们在某个方言 也是我的老师 你可以这样说啊 所以说呢 大家呢 不要把老师看了什么都厉害 什么都懂 希望不要这样干啊 我呢 我呢 我从来不带在公司这样讲 我们是什么样啊 不教 不学 功能提高 哎 我通过上课 通过车里面去人去车 一方面啊 我的心态可能会变得年轻一点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从你们身上也受到很多姿色 很多姿色 哎 可以车 可以去人家 有时候有讲课 我都很怕的 为什么呢 你们人太多了 我在你们面前 我就恨不可以 你这么端下去 为什么 你们的问题 的确实 我很多不能跟他 啊 但是这个呢 我讲清楚 我不会 静止不会 我要摄事前世 静止 我一定要摄事前世啊 不懂 静止不懂 不要这样懂 啊 这个才真正的能力 需要支撑 所以我说老师是一个水啊 不是大海 不是大海啊 嗯 第三啊 老师是一个人 这个非常重要啊 嗯 现在啊 我们社会很流行 什么粉丝啊 什么偶像啊 什么存在啊 我是 谁也不存在啊 我是谁也不存在啊 我是谁也不存在 嗯 嗯 我们的偶像 嗯 我也不需要粉丝啊 啊 是 哎 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人 因此啊 我们在交往过程当中啊 你们 别把老师看成一个人 别的事 也会发脾气 也会骂人 啊 嗯 嗯 因为要吃饭 也要睡觉啊 啊 这个到底就是一样的啊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基础过程当中呢 把老师看成是一个朋友啊 看成是一个朋友啊 我们年气虽然相差大一点 我们年气虽然相差大一点 这个朋友还是可能的啊 看着一个朋友 我互相交流啊 互相交流啊 互相交流 如果老师有时候 我发点脾气啊 有时候讲话的这个言语啊 不对啊 嗯 你感到很不舒服啊 你对老师能够理解一下啊 你得理解一下啊 你得理解一下 我们跟学员 因为把交道太多了啊 太多了 我的KP有 是五百啊 是我们的KP群的人 都是KP群的人 那些KP就是五百 很多学员 我都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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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多学员当中 正来对了更多人 KP的人士啊 就是我的KP号码告诉你 你加我KP 我们在KP上 互相回答问题啊 这怎么办啊 我还可以顺便说一句 我那种同学啊 是很不懂礼貌的 很不懂礼貌啊 我们加了KP的时候 他就能问你 能问你啊 这个是对的对不对啊 因为我愿意让你问 这是你的份量 对不对啊 并不是有点 一拥啊 一拥啊 要回答你的问题 不是这样的啊 但是呢 我感到 你能够说 我这个有时间的回答的问题 得到很愿意便可以 但是呢 有的朋友是很没有礼貌的 他这个KP上来就是一个问题 FX脸为什么不能够用一个定位控制啊 不能够直接放不出一个定位控制啊 为什么就是一个问题 好吧 我第一次回答他 FX脸定位控制就能比较差啊 他的目通就在本里了在10KC 对不对啊 另外呢 他是通过定位模块啊 IPG啊 CPG啊 来控制定位的 他就再回答了 好 他就走掉了 就走掉了 第二次 他又是这样上来问 好 我第二次又回答了 第三次他又上来问 不行我不回答了 为什么呀 他很没有礼貌 你问人家 你起码 你的老师你好 又想问个问题 好吗 那回答不说问题 你起码又说一说 谢谢 他什么都不忍 所以我们就什么也不回答他 他能够继续这个消息 他每次都会不回答 你是一个人嘛 我要有一个贵心嘛 对不对啊 哦 我要有贵心嘛 为什么呢 我只要还要教育他 你问人家是这样 你问其他人也是这样的话 你这个人就很没有礼貌 很不懂事 不管你多大问题 你都是你的礼貌 嗯 所以我也要教育他 对不对 有这个 有这个可以跟他问 你自己指出很多人呢 我说他不是税子差 我说你的税子就不高 对不对 你说过一生信息吗 你说过一生证件吗 他黑黑黑黑 你不注意 你不注意 不错啊 但是你要知道 你真正的是 面向所有的人 每一个人真正的 都是面向所有的人 什么叫面向所有的人呢 就是说我们真正的 对你上是各种各样的人 你对你的脾气很好 你对你的脾气很差 你对你的真理不讲究 你对你的面对非常讲究 但是你有礼貌 这对所有的人都是 所有的 你敢这样说 说不说 有声音老师脾气差一点 原谊讲到不好一点 希望大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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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个第一讲 就讲到这里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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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